好 我们看到烟消位十足的 还有英国安德鲁王子卷入了性丑闻 丑闻扩大之后 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中枪 据说他常常搭乘富豪的私人飞机到小岛度假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 他的确接受过对方的性招待 不过大家也记得他曾经有过不良记录 当然他已经卸任了 影响到的不会是他 而是他的老婆大人希拉蕊的总统之路 英国女王二儿子安德鲁王子 性丑闻疑云向外延烧 外传引荐未成年少女 为安德鲁王子提供性服务的 美国银行家艾波斯坦 他有个曾全亲一时的好友 那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与声名狼藉的银行家 居然是过命了老交情 柯林顿的私德再度被拿出来做文章 目前虽无证据显示 柯林顿参加过性爱派对 但跟从事儿童福利事业的太太 希拉蕊相比 显得格外讽刺 性丑闻牵扯到柯林顿 令人不明想到有没有政治阴谋 因为希拉蕊对2016年 美国总统大选野心勃勃 也是民主党呼声最高的一位 如今老公和亲爱派对仲介 关系扯不清 已为希拉蕊进军白宫计划 埋下心隐忧 宣承受害的女郎罗伯兹 持续爆料细节 他说曾三度与安德鲁王子 发生意愿外的性关系 爱波斯坦给他的封口费 动辄就是数十万台币 但英国王室再三否认 爱波斯坦一名家仆 平时负责整理 政伤名流的性服务清单 几天前却因为癌症病逝 知道密心的人又少了一个 恐怕让这起丑闻 沦为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记者无线长报导 我合在 Virginia Roberts